探索一乡他活的神秘叙事,进入不一样的冷风情 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寿命 有的人渴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些 所以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养生方式 但最后也难以逃离死亡的到来 而在世界上就有个最长寿的老人 他的年龄一共横跨了三个世纪 成为了世界第一长寿老人 这老人就是来自印尼的马巴高索 马巴高索出生于1870年12月31日 在2016年7月21日不幸离世 他的一生中经历过了两次世界大战 也因为自己的寿命比长要长 所以也见证了自己的十位兄弟姐妹 和自己的四人妻子相继离世 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长寿的人 也许小伙伴们会觉得很惊讶 能活这么久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呢 其实马巴高索也是个大烟鬼 每当人们问起他承受的秘诀时 马巴高索却表示耐心是关键 因为他身边有爱他的人照顾他 所以他才能愉快地度过满船的一生 不过也因为自己活得太久了 他曾经也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晚上说 盼着身边的妻子和孩子一个个离开 心里感觉到痛苦 想早点与他们团聚 最终马巴高索做完了自己146岁生日 就做出了决定开始绝食 遭借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老女的决定 虾然并没有反对 相对还支持老女决定 不知道小伙伴们看完视频之后 对身为146岁的长寿老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本期视频就先介绍这里 欢迎观众们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